俄罗斯人感叹,中国制造发生质变,行业隐形冠军大量涌现。 我们知道,日本和德国之所以成为制造强国,不是因为他们拥有丰田公司和奔驰这样的大企业,而是他们背后的成千上万家中小企业。 正是由于这些中小企业的存在,支撑起了日本、德国庞大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链。 因此这些中小企业也被称为隐形冠军,因为他们没有很高的知名度,但在各自领域都做到行业顶尖水平,技术卓越,工艺精湛,性能一流。 这就是隐形冠军企业的真谛。 缺少冠军企业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关键原材料、技术以及零部件受制于人。 作为世界工厂,中国制造业产值目前稳居世界第一,超过了美国、日本制造业产值之河。 不过中国制造大而不强的弊端非常明显,关键原材料、零部件、先进设备和技术依赖进口。 引用韩国媒体的说法,如果去除外资企业的生产,真正的芯片国产化程度不会超过5%。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,打造制造强国,我国近年来也加紧培育自己的冠军企业,就是单项冠军名单。 目前已经先后公布了4批制造业单项冠军名单,总共514家企业。 相对于日本、德国的隐形冠军,我国的单项冠军或许已经不能称之为隐形冠军, 因为许多企业本身就是大型企业集团,脱离了中小企业的范畴。 不过即便如此,514家冠军企业,相比规模庞大的中国制造,数量还是太少。 514家企业或许代表不了所有的中国企业,不过它们就像一粒种子,将冠军精神撒在中国制造的大地。 总有一天,这些种子会生根发芽,广泛传播,带动一大批中国企业成长, 中国制造也终将会产生质变,成就制造强国之梦。 preg曲整合掩 indicates四百一〆点儿运为 larger角色灾keeping。 从终 politician έ栈充长出品 killedと同时,